各位又回來了 本來我今天想繼續說 這陷阱我遇上的譚詠麟 他這個叫做遺似碎粉的後續 但正當我已經準備了所有資料 想要錄音的時候就一宗更加爆炸性的新聞 不得不說 就是這個澳門新島神 就是洗米華 周卓華在中國因為涉嫌賭博罪被捕 其實就說他是經營跨境賭博的犯罪集團 被溫州市人民檢察院 對他作出逮捕 先說一下洗米華 洗米華就是這個花名 他本身叫做周卓華 他就是澳門人 他本身不是有錢的人 他可以說是從最底層做起 他在1994年 涉足澳門博彩業 他在1994年 他出生 差不多20歲左右 已經做賭博 其實跟澳門人一樣 因為澳門最大的行業就是賭博 難免就算大學畢業 到最後都是去澳門做可觀的 澳門的生態 周卓華本身在1994年 即是20歲的時候 涉足澳門賭博業 最早就是做所謂的爬仔 其實就是放數 借貸工作 難聽一點叫放數 即行內術語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賠 這個爬仔 就陪賭客 去拿著借款 換籌碼 譬如有些香港人 過去過大海賭錢 覺得賭得不過癮 不夠後或者想翻本 但沒有錢 想繼續玩下去就要向別人借 就會有爬仔的出現 你問我借吧 好 你問他借 除了要還錢還息之餘 你還要跟這個爬仔 要去到賭場唱籌碼 這一定要做 因為之後賭客 換了籌碼 每下注就可以在中間 抽10% 譬如下注1000元 爬仔就可以拿到100元 籌碼做利息 這樣的 所以可以說 爬仔 他的借貸 收益就來自於 跟這個賭廳 或者賭場 純子相依 因為你借錢之餘 你要照顧去賭錢 去賭多少 你又拿多少 你才有收益 不是普通 一般貴里 或者財務公司 你牽涉 有點像 導遊 或者 逛街的角色 你就會有這樣的身份 就因為說他靈活 可以不用 立即叫賭客 給利息 我只是在你的籌碼 抽水 然後賭客就覺得 覺得很划算 其實大家都應該差不多 你要給的 應該是差不多 或者甚至會更多 但是你會覺得 我還有機會賭下去 不用付利息 所以很肯 借錢 以及很肯花錢 因為這個 做法 令到 這個洗米華 因為靈活 做事靈活 以及 懂得照顧客 因為你要陪著他賭 你才知道 他下了多少籌碼 你才可以抽多少 所以 他就 他就做得非常成功 開始 從事這個 娛樂場所 以及 管理這個貴賓廳 可以自己包起一個廳 又牽涉一些賭場營運 因為你要知道 澳門的賭牌有限 你也不容易自己做一間賭場 你要開賭的 你也要賭牌 但是寄生之下 因為一個賭場 有很多個廳 很多個小房的貴賓廳 你也要有 一個賭場 做不了那麼多公關 工作 或者是導遊工作 那 就 名義上 其實以我所知 不會有明文規定 但是名義上 會把個別賭廳 放給某些人 某些有勢力 或者有本事的人 一天 就去做 這個工作 就是包一間賭廳 來做 那你包一間賭廳 你就要 一來你要跑數 那 就是你要 要懂得怎樣找客 怎樣找客 他們在這裡花錢 你要照顧他們開心 還有 當然 你找客 照顧他們開心 提供娛樂服務 這些 都不是 這個行業最賺錢 最賺錢 就是 放數 放數 人家才越玩越多 越玩越大 覺得自己有很多籌碼 還陸續有來 你要 要放貸 再其次 放貸之後 就當然是收數 收數這一部分 也是非常關鍵的 我自己 就很少 就去澳門 我也沒有興趣賭錢 但是 我以前小時候 還是做街童的時候 我可以輕輕地說 說一些 我從朋友得知的一些經歷 我做街童的人 都是十八 十九歲 有一個同齡的 跟我的 街童朋友 都知道 做得街童 都不會正經得去哪裡 這樣 必然是有些 黑社會背景 或者不務正業 但他就肥脆 十八歲 就好像二十五六歲 這個人 那個人是誰不重要 大家就不會認識 這個是我小時候認識的朋友 話說 十八歲已經 群有背景的人 帶了他 去澳門 去賭錢 玩成人遊戲 你要知道 你有背景的 又年輕 你一定很喜歡 做衝大頭鬼 就覺得自己 已經成年了 大過仔 這樣 但是就被人利用了 就說 喂 你在大桌 都玩得 挺聰明的 玩十三章 我們以前 街童 就整班 百無聊奶 就 燒野食 之後 玩十三章 這些 或者你在大桌 玩得挺聰明的 坐底也好 各樣 賭錢技巧 你都好像很熟 這樣 喂 帶你去個好玩一點的地方 進去貴賓廳 那你要知道 貴賓廳 就必然是貴賓才能進去玩的 怎麼會給你一個 港燦十八九歲 的 年輕 肥仔 不可以說年輕 你進來玩 當然 中間當然有龍尿 結果 玩一下玩一下 喂 你輸了 你也要回本 然後又說 借些給他 然後 你借得開頭 你又輸 喂 這樣不行 你一定要再玩大一點 搏一招 那 你這些 膽正命便宜的人 一定很容易被人慫恿到的 不怕 這樣 之後才算 即是最流行的 之後才算 這樣 這樣 必然會繼續玩下去 結果呢 他就糟糕了 我不知道賭局裡面發生什麼事 令到他輸這麼多錢 是他鬼迷 鬼迷心竅 還是真的有什麼龍尿 結果呢 他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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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住屯門 即是 整班 街童 在街童的圈子裡面 消失了很久 沒有人知道他去哪裏 只知道他在澳門 賭錢賭到很大 之後就回不了香港 其後 得知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他就是要留在澳門裡 就類似做放數的東西 他是不是做爬仔 我不知道 但他就是要在賭場裡做 即是 他未必是放數 可能是最低層的 就是做收數那個 收數當然不是賺錢 他收人數其實都是因為被人追債 所以他就收數當還債 所以就失蹤一段時間 這個人呢 都算 幸好 好像都 一年 年幾 這樣就可以回到香港了 又沒有村沒有難 這樣 之後過了一些正常的生活 有回一份正職 這樣 已經是算托乃 即是 即是 我自己對於澳門 的一些 賭場上面的事務 即是 我就是 都是在這些 即是我這些 彭貝之間 所得知的 那 這又說得遠 對了 那 洗米華就 管理貴賓廳 貴賓廳都 略略說了一些背景 各樣 給大家知道 做得貴賓廳一定不是那麼簡單 即是 不只是 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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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牆 叫做管理的 對了 那麼 洗米華一躍成名 之後呢 就 有自己的 集團 就叫做 太陽 成集團 那現在是港交所 上市公司 就 一三八三 那麼 洗米華出名 這些 他怎麼發跡 我相信大家都 不會多興趣 那麼 那麼 最重要就是 他的感情生活 那 就說 他和 喂 Mandy 香港知名的名模 Mandy 這個混血的名模 兼藝人 就拍拖 那 其實那 那 洗米華已經是有靜印 已經有老婆 已經是有小朋友 但是 被人拍到 說他拖著 Mandy 那 應該是 這個 2015年 這個叫做 世紀牽手 拖手仔 就令到 這個洗米嫂 就是他的大婆 就 死心 就想離婚 這樣 那麼 這一張照片 就經典了 那之後呢 就說 這張照片 都經典的 就 人欲 座椅 那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過 就是 貴賓廳裡面 賭牌 那 洗米華 就拿 Mandy 做人肉 椅子 坐在大腿 那 看到 雖然 洗米華 其實身型 都不小 遮住了 Mandy 但Mandy的身材 都 都 呼之欲出 在齊人之福 是零世不同的 這個 都是她 最光輝的時刻 然後 Mandy 又幫她生小孩 但到最後 洗米華 是選她的正印 洗米嫂 陳惠玲 陳惠玲 到最後 好像給了 五億 Mandy 就作為一個 分手費 所以 你知道 洗米華 從事貴賓廳業務 是 可以說 都很穩得 分手費都可以給五億 那 對了 因為 無他 因為 大家可以想想 2015年左右 這個時候 那時候 習近平都還沒上台 在那段時間 澳門賭業 真是 火紅火綠 有大把的大陸豪客 拿著一箱二箱錢來賭錢 賭書回去都沒什麼所謂 只在就是為了 把所有的錢 所以做這盤生意 真是 只要你有門路 你認識別人 搭到路 大把錢 任你賺 所以 之後 洗米華 就有經營 這個 太陽城集團 太陽城集團 有很多業務 除了貴賓服務 博彩 還有電影 他出名的電影發行 有什麼呢 一個低俗喜劇 這個大家都熟悉 鄭忠基 這個 杜汶澤 雷子羊 的低俗喜劇 這個 還有 Dada 笑鷹鷹 這套大家一定知道 然後 春嬌救致命 余文樂 和楊千華 還有 狂武派 掃毒 倒城風雲 又有殺破狼系列 未攻何行動 這些 都 出名的明星 都在那裡 有 恩子丹 張家輝 出名的 在那裡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有古天樂 話說 周卓華 即是洗米華 私底下 和古天樂 除了 電影投資人 和演員 古天樂 做了 導演 監製 背後 得到 洗米華的投資 話說 他們兩個 私底下 是情同兄弟 清卿道弟 比打斂 而且 都知道 這個集團拍的電影 都很受香港的年輕一代 歡迎 甚至 就是 對 一些建制來說 就覺得 有些偏黃 尤其是 管天樂 之前還提過 這個 杜汶澤 更加不用說 可能 他那個 集團 電影發行 那個 方向策略 因為這樣的 方向正確 所以他拍電影 就很受歡迎 尤其是有 古天樂 太陽城集團 還牽涉些什麼 還有餐廳 餐飲 這些 比較小事 最重要 是令到今次出事 現在入正題 今次出事 是什麼 就說 洗米華 在大陸開賭 沒有人應該 夠膽 在這個 老虎 頭上 是釘塞 那 話說 因為 菲律賓和柬埔寨 有一個 叫太陽城 網絡賭博平台 冠名太陽城 大家都會認得 洗米華 因為太陽城集團 有菲律賓和柬埔寨 這個網絡賭博平台 主要賭客是在大陸 就讓大陸的賭客 借著視頻下注 那就不需要出去 可以在鏡頭賭錢 在電腦前賭錢 還有一個可觀 就是找一些性感的客觀 派牌 就是性不性感 這些都是噱頭 服務 最重要是賭錢 話說 這個背後投資人 是洗米華 這件事是年度 2019年 人民網 人民網 是有 專題報道 就說 特大國際網絡平台 滲透國內 其實你說賭錢 對於大陸有什麼問題 第一 社會主義國家 不讓你賭錢 這是其一 其二 就是 多數人 有錢賭的 那些多數是不義之財 所以才要更加把錢洗乾 那些多數都是貪款 或者規空公款 當然這些都不是洗米華 個人責任 我只是開賭場 別人的錢怎麼來 不關我的事 那更加 就是什麼呢 這個必然牽涉 就是洗錢 以及匯款 因為你要在大陸的平台上 別人下注 就必然你要有大陸戶口 讓他入錢 入人民幣 而且入的錢一定是很多 話說 根據人民幣的專題報道 就說 他會 進入一個個人戶口 所有的賭款 先進入一個個人戶口 兌換成網絡籌碼 在網絡上賭錢 這個已經算是 匯款 因為錢資會從不同的渠道 就去了菲律賓 柬埔寨 柬埔寨 那個網絡平台 即是向外流款 這個就是地下錢莊 亦都好像我一開始所說 你做得貴賓廳 或者做得這些賭廳 賺錢的 你幫人匯款 都其次 之後是借貸 非法借款 有一個問題 然後去到最底層 最關鍵 就是那個 收數 話說這個網絡平台 是有 上萬個員工 所有職級 非常 名勢 由專人 去放款 和去 收數 然後牽涉 那個 一個 股東 有二萬五千個 可觀 在這個 在這個 網絡平台 然後 牽涉到 有 一千個股東 一千個股東 籌碼 籌碼 就以電頭 博彩 籌碼 最低 是五千 最高 是二百五十萬 這個叫做 好依頭 好依頭 即是 鞋陰 好易頭 即是鞋陰 上面 一個就是 很易頭 一個就是 很容易頭 這樣解 所以 其實 都賭得很大的 二十四小時 全天候服務 整個賭場 都是用人民幣 流通的 除了 你說在這個 網絡平台之餘 亦都分佈在 菲律賓的新號天地 卡卡灣度假村 這些賭場 或者 柬埔寨西湖度假酒店賭場 如果賭客出來 會有 旅遊服務 所以 其實 這個集團 可以說 是 集 賭錢 匯款 地下錢莊 放貸收帳 所以 你去到今時今日 在習近平的管治之下 你真是 老虎頭上釘 塞拿 過去 可以讓你這樣做 是因為 沒有人去監管 或者 還沒抓到你 所以你才可以做到這麼大生意 當然也要有大陸的部門 牽涉在內 我覺得一定牽涉在內 不會有一個人可以建立一個這麼大的網絡 但是 你知道 最近 習近平 一定會對不同領域的人 進行打擊 曾經 洗米華 2019年 其實開過記招 就說 自己是沒有搞過這個網絡平台 但也沒有用 因為這次 正正 他被捕 就說他 就是牽涉 境外投資 跨境賭博 還有 你看到了 習近平這一段時間 每定期 都會有不同領域的名人 都會 被 社會主義鐵拳體重 拿出來 就是 編師也好 製旗也好 這個 真是不幸運 洗米華 過去又找得這麼開心 這次 真是 直接被捕 被溫州的法庭被捕 這個真是 走也走不掉 好 事件發生得如何呢 洗米華 會不會又可以 撿回身彩 逃過大難 逃過一劫 還是有什麼後著 真的要看這個事情發展 那我 只不過這次 就把這個 這麼突發的新聞 就跟大家 講一次 跟大家報道 好 呼籲大家 到最後都是like and share 和join我們的Patreon用戶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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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